好 这里是安来Radio重要流行网 欢迎再回到理财生活通第二个小时的节目现场 我们现场的特别来宾已经到了 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来好好探讨一下 台北市幼儿园出现的性侵幼童的一个案例 现在看到一审已经判28年了 这一次报导者有独家的一个采访 我们今天好好跟大家聊聊教育体系的问题 家长的问题 然后孩子在家中或者是在外面碰到了一些事情 你怎么引导他 这半大不小的 这两岁到五岁的 你家怎么说清楚讲明白 就这些层面的问题 我们今天好好跟大家探讨一下 好 我们先换一下我们报导者的记者张子武 子武好 郁芬姐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对 子武其实比较早到 我们刚来的时候 我们就很忍不住要聊这个议题了 刚子武讲了一个关键点 就是说这一次跟家长的一个采访也是比较独家的 因为有一些采访说实在是片面的 那他要够相信你 他才会愿意说把他讲清楚 对不对 我们现在跟大家谈一谈这个问题 就是你怎么会发现这种台北市 然后就是幼儿园被性侵这件事情 一开始教育局都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动作 甚至还说孩子会被说谎 连这种事情都出来了 为什么教育单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说出这样的话呢 我觉得很大一个关键就是教育局 尤其是主管这个学龄前 幼儿园的这个学前教育科 他们长期以来的定位 其实是一个行政单位 所以他长期其实并没有像是国小以上 就国中高中 其实有一个很完整的这个性贫流程的SOP 所以是直到去年2023年3月 其实才新修了一个法 因为有感就是政府有感于说长期以来 可能幼儿园的不当对待案件实在太多了 所以势必要建立一整套体系 来去针对幼儿园的不当对待事件 或性别事件进行调查 但是这个案件我们就发现很不幸的 他就卡在这个修法的去年 然后第二次爆出来 所以当这个学前教育科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 他们其实是完全没有心理准备 所以他们所谓的行政调查的品质 还有他们委员如何去抽丝剥茧 了解这个事态的严重性 其实他们都没有什么经验 因为过往主要是针对国小以上才有一套性别事件的完整调查 要不然就是司法调查 现在是有两种调查 一个就是当然就是检察官会进来 警察会去问 但是那个司法调查他需要很严格的证据 他必须要看到 那个能够证明犯罪者就是这个加害人 他性侵儿童直接的证据 包括影像等等 那其实去年完全还查不到 查不到这个证据 所以行政调查就发现是用一种比较 没有办法相信居然有这种事情的角度 甚至是去质疑家长的角度 还有很关键是 这个整个事件是前年就有一个家长在通报说 小孩在培養女孩幼儿园被毛性男子摸了 但是前年就是警察也去 交易局也去看监视器 然后就看说好像也没有办法去证明说 幼儿就是受到侵害 那就草草结案 然后结果到了去年 才又一堆家长去投诉 然后去报警 然后才又开始把那个毛男抓起来 你想想看 要不是这些家长们有串联出来的一个力量 每一个声音都会被淹没 然后我印象当中看你们的报道 就是说有妈妈 然后带着孩子要去医院 然后找医生验伤的时候告诉他 就是说我小朋友被老师性侵 其实医生的第一个反应也说不可能 对 因为可能在一般的专业者角度 他们实在是觉得 因为这些孩童都是幼儿园小班到大班 那那位带受害孩子到医院 第一时间想要去验伤的 小孩其实大概只有小班而已 所以以往医生在接触 就是在处理这种性侵案的验伤 他们会直觉认为说 你如果是儿童被性侵 那一定会非常惨 就是他从外观上就主观的认定 说这个小孩看起来也还好啊 所以他很快就跟妈妈说怎么可能 如果真的发生这种事情 他不会是这样 所以这个让我们从这个案件 才意识到说 这么幼小的孩子受侵害的样态 其实是我们很难从外表 就能够察觉 或当然他们的表达能力 也是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小孩的对于性这件事情 或对于他们的私密处的一些意识 其实都是不清楚的 所以很多地方都辨识很多单位 其实没有办法有经验 去应对这样很极端的案件 我相信也是 因为您报道也有提到 就是说你如果家长发生这事 你怎么引导孩子来说 那也许就是他在玩的过程当中 那有一些性侵的一个动作 可孩子可能搞不清楚 他并不像以前白玫瑰事件 把你搞的那个 那个长破度流的 对不对 可是这样 这样如果你不去注意他的话 你怎么知道 没有人管的一个状况 以后会有更可怕的事情发生呢 所以你认为教育局 他不是一个调查机构 他只是一个行政机构 然后又因为证据又很难收集 所以根本很难去介入 这些幼儿园 万一有性侵发生事情 是这样吗 还有我觉得他们的 就是本位主义 一直觉得说 他们只负责裁罚 这个就是私立幼儿园 然后觉得说 罚了他钱就好 但没有去主动 再更积极的做 有一个很关键 就是说这个加害者 他在前年第一次投诉的时候 其实就算查不到证据 但是从行政的法规上 其实完全有合于规定说 教育局或是主管机关 可以先把他停职 或把他调离 把这个教保员调离限职 让他不要在第一时间 接触这些海同 可是最大的缺失就是说 教育局没有做这个事情 他就任由那个毛男 从前年 一直还继续留在那个幼儿园 到了去年七月 整整超过几乎是一年的时间 那一定有更多人受害 对没错 那个家长就说 其实就制造了更多受害者 那这完全就是教育单位的 他们非常保守 或是对于这种事情 没有更进一步的去认清说 他们除了行政 行政上的可能有些局限 找不到证据之外 他其实有一个行政的工具 可以去处理这个嫌疑人 那可能最后 如果他是无辜的 那可能主管机关 或是说他的雇主 在赔偿他一些金额 或什么的 但是他这些动作都没有做 那他就假设说 那仿佛这个事情就没有发生 之我个人比较好奇一点 就是你刚好提到 我们有九年的义务教育 所以如果进入从小学开始 你可能就是教育部 来管这件事情 可是因为他是一个学龄前的一个教育 所以管理只有行政权 对不对 然后也没有太多的行政资源介入 是这样吗 还是说社会局应该介入呢 对那个社会局的角色 其实他会去访谈受害者 去了解受害者的情形 所以这个案子很有趣 就发现说前年第一时间 除了教育局去调监视器外 其实社会局的家房中心也有去访谈 然后社会局的访谈结论 其实他就有出一个结论 就是他就觉得社会局就高度觉得说 儿童疑似有受害的情形 可是问题是他主管机关是教育局 所以便是就草草结案 就没有说让继续让这个案子追下去 那还有刚刚韵芬姐提到说 那为什么这些幼儿园主管机关 很难去进一步的管控或监控 这个问题就出在我们的学龄前教育 大部分的幼儿园很多都是私立的 都是私有 所以不像说小学 当然很多都义务教育都是国小 所以有一套比较完整的评鉴 或是说一些监督的工具 但是我们国家其实对于这些私立幼儿园 基本上就是给他们的胡萝卜是比较多的 但是棒子很少 因为之前为了减轻家长负担 所以还创了一个准公幼的系统 就是让补助很多私幼很多钱 但是另外一方面监管的制度是跟不上 准公幼就是私立的 我们待会讨论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我们现场的是我们报道者的记者张子武 其实我们刚刚在广告时间有在聊 就是看到一个沉痛的议题的时候 他也跟我讲 我说那该怎么办 其实心里真的 就你不知道该怎么办 但是你要把它采访完之后 其实心里是很痛苦的 我觉得这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点点吧 那怎么办呢 对因为我自己也有小孩 那所以每次看到这种近年来就是一直爆出来这些幼儿受侵害的议题 其实是很难就很难接受 然后但是又必须要把很多细节去听完然后去写出来 所以每次做完以后其实那个是很疲惫的样子 那但我觉得还是有一个意义就是至少我们角色可以至少让这些 尤其是我们也很关键的采访到三位受害的妈妈 然后在此之前他们其实是非常害怕 也都不愿意说太多 但是基于很多对我们的信任 他们把这一路的过程 他们如何受到打压或是受到不理解 或甚至会被抹黑成是这个造谣的女人这样子的一整段历程 我觉得才让我们可以活生生看到了整个体制对于儿童的权益 其实是真的没有到很百分之百的一个安全 或是把它当做一个最重要的事情这样子 那我觉得透过这妈妈的学类经验 至少让我有看到这些报道的读者或是民众更有意识 或是让我觉得在这个基础上可以更提醒执政者 或是主管机关加强未来预防不幸的事件这样子 是啊是啊 不过说实在的我们刚刚也提到准公托 其实准公托它就不是公托 它就是私立的 所以在私立的你大概就是管制权就会变得比较少一点 然后说实在大家都在当公务员 那都希望不要出事 因为出事我要被寄过 我寄过以后我还会影响到我的升迁 对不对 可是大家就宁愿大事化小吧 小事我不想能不能画无啦 所以要不是有这一次有家长出来 而且这个家长呢 我真的觉得看你们的报道 我觉得那个原方很厉害耶 这个幼儿园很厉害 他会去分化 他会去把你妖魔化 所以我觉得原方不是一个那个简单的角色耶 对你有发现到吗 是是就是我觉得现在 学龄前教育就是私立幼儿园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说他的办学的目标不像是义务教育 是一个以公共或是以幼儿的完全的福祉为理想 而是他们其实是必须要追逐最大的利润 对所以在这追逐最大的利润的情况下 其实你会发现他念之在之的 就只是想说如何保 就是如何让他们的援所不要出现争议 然后加上现在少子化 然后加双性家庭很多 所以也有一大部分家长 其实他们也很恐惧说 如果我今天小孩的幼儿园出事 然后被停办了 那我小孩要怎么办 家长没有办法请假 或是小孩换了环境怎么办 所以就造成说去年这个事件 连续两年以来 在这个幼儿园家长之间 其实是有很多对立 就很多家长他们会觉得说 我小孩明明就好 为什么你们要指控幼儿园园长的儿子 做这么可怕的事情 你们是不是别有居心 甚至像我们报道里面最积极的A家长 他还收集了全员所有小孩的生活照 提供给检察官当作证据 去比指认或比对从毛男的这个手机里面 搜出了六百多部不堪入目的影像 去一一去盘点说到底有没有更多受害者 那很多家长对这个完全不能谅解 就觉得说你到底图的是什么 然后而且是很多家长也不行 我觉得另外一种心态是 有的受害者每种样貌不太一样 他们一时之间就是很难去接受发生这种事情 那甚至会觉得说小孩还小 那以后可能长大就淡忘 而且这种事情是非常羞耻 然后非常不堪 我完全没有办法去承担面对的这个心理压力 所以很多人就想说就淡忘就好 所以每一个家庭其实或是每个 这个复杂也是在这边 每个人应对这样子危机事件的心理的反应 也不太一样 所以就造成说有几个特别积极 或特别觉得需要讨公道的家长 他们背负了非常庞大的压力 然后而且不理解 那工部门就是教育局那边 又用一种很消极的心态 我觉得最夸张的是行政调查的调查报告 直到我们采访的那周大概8月10几号 才给家长看 就那个调查报告已经隔了大概好几百天 家长一直说想要看 或是想要去看说调阅那个监视器影像 那都一直被百般阻挠 可能有些压力会来自于其他的家长觉得说 这些是我的小孩隐私 我不想要让其他同学家长看到等等等 所以就变成是这状况是加上 又就是额少案件的就是隐私的问题 在法规上 尤其一开始是额少全法的规范 所以也会造成媒体很难去 第一时间就揭露这些名字 或是事发的地点或是各种细节 会造成那种资讯不公开的状况下 你会发现受害者有点是孤军奋战 那如果公部门没有去好好的在行政资源 更积极的把握行政资源做一些事情的话 那会真的我觉得如果没有这些很积极的家长 这个案件就是可能很快也会被淡化掉 而且我发现到说有一个妈妈 因为有你们有访问嘛 ABC妈妈 有个妈妈她在那个行政调查的时候 她对于行政的问话也是非常的难过 就是那个调查的方式你会发现 他们还是缺乏一个同理心 就是对于这些非常极端的犯罪受害者 我想那些委员可能也不是说恶意 但是他们就会很直接的 有点盘问家长说 你小孩是怎样怎样 那你怎么确定 你怎么确定他真的有受到这样的侵害 那其实以一些儿童专家的说法是说 小孩如果受到这样子的类似性侵的话 其实小孩复原的速度很快 如果你没有在24小时或两天内验伤的话 其实后续从医生的角度 是很难去采到东西 所以最后这个案件一审的部分 其实只有两个小孩有验到伤 那其他都是透过儿童的证词而已 所以一开始他们对于这个案件 是不是可以定罪 其实感到蛮绝望 那后来是有一个契机 是这个加害者从他家里面 检察官检警收到了600部的 那个影片不看入幕的影片 才可以最后定他 要不然在去年7月到今年初 其实没有什么 好 欢迎回来理财生活通 我是向云芬 在我旁边的就是我们报道者的记者张子 我刚才也理到 就是你访问了这些母亲 我刚才讲说 这些家长真的是很不容易 那第一个当然他们会知道 想要知道孩子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第二个我觉得他们都有经过那种孤单 然后害怕的 但有个妈妈讲说 我救一个孩子是救 救一群也是救 我觉得要有那种坚持的力量 跟他们采访的过程当中 到底是什么样的力量 能够支持他们 就是能够这么勇敢去面对 你看他要原方的 还有家长 其他家长的压力 对不对 还有医生的 还有调查委员的 都在在都给他们一些压力 我觉得这跟可能每个家长和孩子的互动有关 那个家长和孩子互动 其实他们是一个好像朋友的关系 所以他会常常会听他的小孩说的话 所以这几个家长 我觉得不约儿童他们都有这种特质 像其中一个很关键的 让这个案件可以检察官去搜证 去查出那个影像的关键是说 有个妈妈就是在就察觉不对劲的时候 就慢慢的用比较开放式的问题 跟孩子聊天 说那你跟那个叔叔啊 有没有平常在玩啊 玩什么东西 然后你喜不喜欢或什么 然后他就无意间就透露了说 他会拍影片的这个事情 而不是说一开始 家长听到这个事情就很惊慌失措的 甚至是指责或是很生气 或是很愤怒的情绪 这个从我们后续有采访一些儿童专家 会提到说 这个是很关键 就是说你家长如果一开始 听到这些很夸张的事情 你用一种很情绪化的 就是你没有办法接受 但你显露出来的时候 其实会吓到孩子 然后吓到孩子以后 他们其实就会 他们很难有一个自主的判断 所以他会跟着家长 或是跟着权威的态度去回答 那这几个家长会发现说 他们是一种比较倾听的态度 那甚至那个A妈妈 她甚至有听到说 她的孩子有一个心愿 就是说她想要到法院 去看那个加害人叔叔 因为她想要看说 她现在变怎么样了 以及她想要看 她是不是就像电视上演的 她会被警察带走之类的 然后而且儿童在遭受这样子的状况的时候 她刚韵芬姐有提到说 她其实不太像 一般我们印象中的性侵案 是一种暴力的 或是强迫式的 对于这种很幼龄的儿童 这些加害者常常就是用玩耍 或是用一些诱骗 所以他们的那个关系是很复杂 就甚至是儿童还会替这个加害者担心 说他这样子被抓去 那他的妈妈会不会难过 就这种很天真的语言 对因为他们的生活世界 就是在那个幼儿园 那所以他刚开始发生这些事情 他们小孩都小对不对 两岁到五岁 对对对 发生这事情之前 他们其实都是很信任他的环境 甚至是信任那个加害叔叔 那加害叔叔也应该是很懂得儿童的心理 然后也慢慢的用这种建立互动 或是跟他们建立信任的关系 用玩耍的方式 一步一步 他们才觉得有些奇怪的行为 但是他们就不知道这是什么 然后但是当家长察觉的时候 必须要很小心的 用比较开放性的聊天的方式 然后你才能慢慢的去理解 所以当这个妈妈 她理解到这个事情的时候 她其实也很勇敢的 跟律师讨论 然后在法庭上跟法官诉求说 可不可以请小孩到法庭上作证 天哪 我觉得这个案件很令人不舍的 也是这个 这是那个A妈妈的小孩 她就在今年的年初 那时候证据还很少 就还没有搜出直接的 这个影片证据的时候 因为他们证据太少 然后他们很担心说 没有办法定她的罪 然后加上小孩又觉得 她有一个心愿 她想要直接去面对那个加害人 所以她就有一天就整天在那个病人的法庭 接去 她那边有隔离开来 但她在隔离的环境里面接受 法官还有检察官还有律师的一些文化 那当然具体问了什么 我们不会知道 因为那个是要保护爱童 我们只要说 这个妈妈还有小孩是非常的 勇敢 对非常不简单 然后其实也才使得 这个案件它有 除了 除了这个 除了这些犯罪事实之外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一个母性 一个人性的伟大 以及孩子的对于那种任性吧 我觉得孩子在遭受这种事情之后 他也是有他的思考判断能力 以及他想要的诉求 然后以及大人如何去 用不带价值判断的这个方法去帮助他 这很不容易 说实在的那个孩子 我不晓得这个A妈妈 他的那个孩子有稍微大一点吗 那个时候 今年的时候大概就是比较大了 比较大了 因为他这个案情会曝光的关键 也是因为这个加害者 他刚开始可能只敢针对比较小的孩子 然后后来他其实就慢慢的食髓滋味 他开始对那种 可能已经五岁的孩子下手 所以就变成是说 这些五岁的孩子 一个关键就是说 去年为什么会很多小孩都说出这件事情 就是你就发现 其实前年的那个 前年当主管机关不理他 放他在那边以后 他就慢慢把手伸进这些比较大的孩子 因为他想没事嘛 对对对 所以有人就已经有问题了 但一样没事没调查 没抓去没停业 对对对 那就变成是比较大的孩子 后来就觉得家长也察觉到一些 包括小孩的私密处的一些奇怪的一些 就是一些红肿这样子 一些奇怪的动作 所以才整个导致这个案件曝光 但是问题是一开始是媒体不敢报道嘛 然后那个刚刚提到的行政单位的消极不作为 对消极不作为 还说小孩可能说谎 对然后以及他们甚至有在侦办的这个警察 有那种比较老资格的警察也觉得这些妈妈很烦 就是说这个这种事情就是你们这个这个 编出来的胡思乱想 对家庭主妇没事找事 你会发现连侦办的第一线的警察都有这样子的质疑的时候 那我们可想要知身为受害者的父母是多么困难 那所以我觉得那个家长的意志力的确是很罕见 那这位还没有 当然我们采访为了保护受访者 我们也没有谈太多他的家里的个人的私事 所以他到底是什么样的成长背景 让他可以有这样的勇气 我们当然不会去谈太多细节 但我们只呈现说因为他们的行动 而使得这个事情可以成为一个对于正义的追寻 还有在汉事之后我们如何去检视 我们待会讨论 好我们现场的是我们报道者的记者张子武 因为我刚刚有跟子武在广告时间聊 我说我去过法院 我觉得那么冰冷的地方对不对 然后要让孩子在法庭上面接受不认识的人 大人来问他问题 然后我觉得这孩子也是超龄的 就想说他不要爸妈陪 他不要爸妈听 我觉得我看到这一段的时候 我心特别酸 甚至还会很体谅父母的心情 包括在律师也有跟我们提到说 律师在也要访谈小孩 厘清一些事实的时候 那个孩子也要求说他妈妈不要在旁边 就是他 所以妈妈也跟我们讲说 他其实到现在也 其实不是很清楚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但他尊重孩子的意愿 他不会去一直追问 他不会去一直追问 那当然我们后来也有访谈一些 立新的就是社工或是儿童专案 他们的确有提到说 每个孩子对于这样子创伤反应 其实会很不同 那其实我们就是要尊重 每个孩子的个体 有的人他其实在现在 他不一定真的会 会有很强烈的觉得受伤的反应 或是什么 或是他把那个受伤的反应压抑下来 那其实都不能去强迫他去讲 或是去面对 那这些东西常有时候会延伸到 可能青春期才会出现 那所以这些孩子目前就我们了解 也有议院的家长也会有单位 协助他们做所谓的这个儿童心理治疗 那这个是另外一个专业 就是会看每个孩子的创伤反应 然后去做最合适的评估 对因为这个事情就是 那我觉得那个妈妈是蛮有智慧 他就说甚至在 孩子在法院出庭回家 他就说他也没有主动问很多东西 他只是用闲聊的方式 跟他聊说今天发生什么事情 那孩子就也很天真的说 那今天坐在那边的人 为什么都是什么什么官 什么什么官 就是法官检察官 什么什么 那其实孩子也似乎是 有很体贴父母的一个心情 就是也都没有跟父母讲太多事情 那包括在法院的时候 他也是主动要求说 妈妈不要 爸妈不要在旁边这样子 那孩子如何成长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长远的功课 那当然现在目前看起来 是有专业的工作者 就儿童心理智商师在帮助他们 那我们也希望说 对这个这样的支持 是可以一直持续下去 我看这个父母都需要去智商 不然怎么承受啊 那些父母的确他们有去智商 因为他们有提到说 在聊天的过程 他们就追问的时候 有时候聊天的时候 就会请孩子去形容说 那他们那时候怎么跟叔叔玩 然后孩子就会做出一些动作的时候 有一个妈妈就说 他每次每看到一个 他就要冲去厕所哭 这样子 对就是一些让人家很难去 很难去承受的事情 然后孩子我觉得 就是当然 现在看起来就是 他们有很好的爸妈 可以给他们强力的一个资助 可是孩子未来是不是也要 需要进入一些儿童的智商呢 这个也都只能靠家长自己 目前是有立新进行会有进来 就是说他们提供说 如果有意愿的家长 那儿童是可以去接受儿童 就是儿童智商 儿童心理治疗 他们是透过游戏的方式 然后有专业的儿童心理智商师 来帮助他们 对对对是室友的 那就是看每个家庭的选择 就是提供给他们的 应该是目前有这样的资源 其实从你的报导当中 我会发现到说 这些父母亲能做的一件最棒的事情 就是陪伴孩子 然后你发生什么事情 你跟我讲 我会协助你 对不对 我也陪着你 就是要一个 我觉得是完全的信任 完全的信任 其实真的不容易 对对对 然后那些妈妈 其实他们也有一个 很直接的讯息 就是在我们文章里面有传达 他们就觉得说 其实孩子从两岁开始 或者要到别的环境的时候 其实就要尽早建立这个身体的界限 或者去教导他们说 怎么去认识身体 而不是说 只是用一些比较可爱的形容 或是用一些比较隐晦的形容 去形容那些私密处 其实是很早的时候就要去务实的 去让他们了解那些哪些地方是别人不能碰 然后那些地方的词汇是什么 就是其实是就是用大人 我们其实就是要用实际务实大人的这个心态 然后去去教导他们 那个你的身体是怎么样子的 我们好像都没有教小孩这些这些界限 对好像真的就讲的用比较可爱的的的的的称呼 对对或是觉得说 这个你可能就就觉得说长大 可能就大我们大家都知道自然就是这过同才 或什么 他也发现现在实在或是整个社会节奏变化太快了 那居然就会出现这样子很变态的加害者 隐藏在我们以为很安全的空间 所以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 然后网路这么发达 然后各种奇奇怪怪的群组 在很多地方四散流传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养育小孩算是蛮辛苦 但是那个这方面的意识 我觉得是在这个时代是必须要与时俱进 而不是像以往 我们只是觉得一厢情愿觉得说 好像小孩就是自然而然就可以平安长大 不是这样 现在的风险其实是很大的这样子 听起来很可怕 而且我有看过就是一些这个状况 那小孩都还小一小二而已 可是他因为已经会上网路了你知道 网路上也会有人诱拐你啊 就是拍裸照啊 然后上传啊什么什么之类的 然后大家都觉得不可能嘛 小一小二你懂什么 可是你看现在连幼儿园都有这样的一个状况 所以我觉得我们太轻忽身体的教育 对对对 尤其是界限的问题 然后还有对于人与人之间 还有你自己是不是可以去 我觉得还有回归到一个最根本就刚谈到的那个亲子之间的关系 如果你我们可以时时刻刻把孩子当成 试看我们一样独立的个体 然后去接受他们的意见 然后去给他们一个一个平等的回应 然后去倾听他们的说的 哪怕是一些你觉得很奇怪的话 然后去真的去理解他背后的一些原因 我觉得才有可能可以去朝向一个比较健康的整个整体的环境 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我们现场的就是我们报道者的记者张子武了 那我们希望就是当然倡议一下 也就是说你刚刚也提到了 就是养一个孩子真的不容易啊 那我觉得碰到这样的一个事情 我觉得我们先要倡议一下就是你一定要相信你的孩子 如果你跟你的孩子没有信任关系 你就是你胡思乱想的 就像我们的社会 当有一个人这样出来讲 就是说你想太多了 或是这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 所以当然有人讲说看到这个报道 他会觉得说你这妈妈很奇怪 家长很奇怪 一年前事情现在在讲 他讲很久了 只是没有人信也没有人采访 那这个社会到底该怎么去看这些事情啊 我们该怎么办啊 我觉得还是要把儿童的权益 不只是一个口号 我觉得儿童权益的一个核心 就是说我们要把他们当成一个 不是说比大人还位阶还低的一个个体 而是说他们有他们独立的自主的一个空间 然后所以又有这空间建立起来之后 其实才可以 那我们很难预防说有哪些坏人的出现 那些坏人的出现是我们没有办法掌控 但我们能够掌控 其实就是说建立一个能够更让儿童可以发生的管道 或是这个集体的意识去不管是说多么小的事情 那当然以往可能会让一些比较多意见的家长 在一些环境被贴上恐龙家长的标签 但是我觉得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这可能是现在长期 就是幼儿园的那些比较血汗的职场下 亲师关系的互相不信任 但我觉得当有一个共同的基础 就是说对儿童的最佳利益的关注 是怎么样建立起来 其实就是尊重儿童的意愿 而且是把他们的 当然该守的规矩要守 但是在他们自由发挥的空间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去尊重他们的一些表达 而且我觉得就是怎么跟孩子沟通表达真的太难了 我有看到你们的报导当中也有提到 因为家长都会很急 就是会问说老师有没有摸你 老师有没有怎么样 老师有没有怎么样 可是孩子有时候他会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就像以前不是有那个喂药水 有没有喂你 要水那他会很难回答 因为有我感冒的时候 可能他就会喂我要水 他不知道你问我哪一天 问哪一天 就那种引导式的问话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大问题 对就是我们这社会可能有时候会太希望 很快知道一个标准答案 那就是像玉芬姐讲 这个引导式的诱导式的问话 其实对于尤其两到三岁的孩童来讲 他们常会分不清 就是你如果结尾是说有吗 有 那他如果 你最后说的是有 那他的回答可能就跟着你的最后最后的这个结论 然后没有吗 他就说没有 所以就是那个开放性或是开放性的心态 或者说如何站在儿童的孩子的角度去设身处地 去了解说他们的那个困惑 尤其是他们甚至里面有很复杂的对于这个加害者过往的陪伴或过往游戏时候的那些情感 我们也不能完全去否认 而是要去把这个很复杂的过程虽然是很困难 但是在这个案例中就要去接纳他 接纳说孩子可能在中间其实他们也是分不清或是说他们没有办法一时之间就抗拒 那最后导致这个不幸的结果的时候 我们该如何从慢慢的陪伴然后慢慢的去教导他说什么样才是正确的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或是肢体的接触 必须要先我觉得必须先承认发生的这些错发生这些不幸的事情 而不是说掩盖他或是说就觉得说小孩大了他自己就知道就等他慢慢被遗忘过去 那当然这个部分很多都还是需要专业的协助啦 我觉得这也不是说每个人都一下一下就能够理解或是学会 嗯太难了 我真的觉得就是说听到这里的时候 我真的觉得父母亲真的是太难了 有时候你说工作然后赚钱然后赶快去付幼儿园的 对然后放暑假还得带他去玩 可是你没想到就是你在念书的时候 你就碰到这样的状况根本就无力去那个 可是我们真的就是鼓励寻求专业 就专业的一个资商或者是协助 然后我们只能够做到就是相信孩子讲的话 然后可能没有办法直接问他发生什么事 对不对 他可能不知道你问的问题太大了 他不知道该怎么去回答 那至于说对孩子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专家有什么样的说法吗 影响就刚刚有提到说 哪个孩子他会随着他成长阶段 可能会有不同的反应 那很多这种创伤其实会在这个青春期 会比较显露出来 那儿童期可能他们一时之间 这个东西有可能有些心理机制 会把它给暂时盖住或什么样子 那我觉得很关键可能就是青春期的时候 那我觉得这也是真正可能父母的考验 那未来这些受害者 我觉得可能我不晓得说教育局或社会局 是不是有一个长期的陪伴的支持专案 继续可以追踪他们的未来的成长 那我觉得以我们媒体的角色 我们也是很希望说 未来也可以去继续关心 继续关注这些受害者 因为当然我们就是透过世界 然后我们就会知道该怎么样的因应跟处理 然后或者是有寻求资源 我觉得这个大 不过就像我觉得 我看完报道跟职务整个采访完之后 我觉得我们的压力都是一样的 对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办 对 现在社会变化太快了 然后资讯太爆炸 我觉得就变成是诉求到 唯有建立一个 我觉得就是正视这些 看起来很极端的事件 然后让他以往可能被轻易的淡化 或者被轻易的掩盖 让我们知道说 真的有这么可怕的事件 当他摊开在阳光下接受检视的时候 我们才有机会 我觉得从这些不幸中去学习吧 就包括整个结构性的议题 包括像刚刚提到的这个私幼 它缺乏 它其实是个原因 它不见得是直接的跟这个加害者有关 可它的确就是一个长期 政府比较没有在 或是没有量能去监管 多数的私立幼儿园 那我们到底对于幼教的想象是什么 对于整个所谓的公共的教育的想象 是不是可以再往下延伸呢 到五岁呢 或什么 这其实之前很多一些学者教授家 他们其实都有提出来 当我们现在双新家庭需求这么大的时候 那还是要任由私幼这样子用 比较盈利为导向的目标去发展吗 那当然这不是一时之间可以改变的 但我觉得藉由每次的事件后的反思或讨论 我觉得可以慢慢建立一些大家的意识 或是一些基础这样 是啊因为台湾就是大家都知道不婚不生嘛 然后就会觉得养不起生养的一个问题嘛 然后于是开始有一连串的 然后心情啊我协助你买房子 或者是我帮你补助生儿的一个 育女的一个补助养育的一个补助 可到最后我们会发现到说 还必须要再往下延伸到这一块的 幼儿的一个教育问题了 好一样的很沉重 但我们持续的关注这个议题 也希望我们的孩子都能够健康的成长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非常谢谢我们报导者的记者张子武 我们把相关的讯息Ti粉丝团当中 让大家同步看到 谢谢子武 谢谢 谢谢